去年爆发的混油事件 重创了食品G&P认证制度的公信力 经济部决定要改善制度 那且并且规定说 已经取得认证的厂商 要在明年3月31号之前 要完成全场验证 没有想到话才刚说完 竟然又出现了流窜全台的黑心搜水油 经济部工业局昨天晚上是紧急宣布了 厂商的缓冲期呢 会缩短到明年的1月1号 换句话说 所有食品业者都要在今年底之前 完成全场验证 才可以取得G&P的笑脸标章 搜水油事件就连有食品G&P认证的产品 也同样中招 再度引发民众对于G&P认证制度的质疑 经济部工业局7号赶紧宣布 G&P新制度的缓冲期 原本是到明年3月31号 现在要提前到1月1号 社会对于这个月子猪油的事件 其实冲击相当大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早一点 把这个认证的部分全场 全同类产品都全数认证的这个时程 提前到今年的年底 也就是明年的1月1号起 如果没有在缓中期 把全数通过认证的G&P的资格 这样没办法延续 以往的G&P认证是个别产品提出申请 新制在今年4月上路后 改为全场同类产品 都要符合验证标准 才可以获得G&P认证 为了给原本已经取得认证的厂商 有时间完成全数验证 缓中期原本定在明年3月底 但工业局7号缩短缓中期后 所有食品G&P厂商 都得在今年底取得全场验证 不过这一次的收水油事件 再度重创G&P认证制度的公信力 工业局已经再度检讨制度 民众对于食品G&P认证失去信心 政府必须大刀阔斧 改进鸡茶检验制度 毕竟G&P为效标志 代表安全卫生品质 纯正与诚实 五项缺一不可 才能确保你我的食品安全 有点TV含义梁丽玲综合报道 感谢观看